大家好,今天我们看一场国平男女对抗 世平赛日深赛中,孙颖沙对曹薇 曹薇1999年出生,代表灰龙江队参加全国比赛 左手横板两面反交,双打能力出色 正反手技术均衡,步伐好 多板相持能力强,与叮咛打法类似 孙颖沙首场赋予男子肖球 第二场面对曹薇 左手两面反交,应该是为了模拟世平赛 左手女预论员,而准备的一场对抗赛 比赛中,孙颖沙发挥了自身的特长 进台快速灵活,正反手衔接,速度快 节奏控制较好,落点多变 攻防转换合理 相持对打中,发挥了自身的能力 曹薇整场比赛,技战术一直比较混乱 整体是跟着孙颖沙的节奏 缺少自己的得分方式 一直找不到真正可以得分取胜的技战术 发球方面,两人实力相当 百短辟长,这些台内技术也不向上下 发抢环节 双方都多次直接正手发力抢攻得分 相持对打 曹薇一直显得比较慌乱 而孙颖沙比较定 站位进台,正反手衔接速度比曹薇快 线路落点灵活 曹薇始终处于防守状态 男女比赛每个人都有特长 男子一般是单板力量重 步伐跑动范围大 连续进攻能力强 而女子是进台快速 相持打落点,打节奏变化 此次比赛 孙颖沙发挥出了自己的优点 打得曹薇有些找不到球 把震幻追起的 从那儿ata的路面8 打走 全遍 3 3 曹伟比赛中 正手除了发抢一板冲 还有些威力 对打中正反手力量弱 杀伤力低 借力太多 发力太少 连输三局后 才开始中台略微占定 正反手发力 临场变化能力不足 步伐只在不断被迫放高球中应用 缺少连续发力冲的能力 这里谈个题外话 每次做男女对抗 总会看到很多奇特的评论 讲一下做视频的目的 我只是个打球的 视频只是为了推广乒乓球运动 讲解各方面技术 尽量提高喜欢打球的朋友的技术能力 并非在评论谁强谁弱 比分如何 如果特别注重比分输赢 完全可以听个新闻就知道了 前面做过几百个视频了 主要讲各个技术如何学习使用 比分只是结果 过程如何 需要学习研究 为什么输 为什么赢 这些都是基战术如何应用的问题 所以饭圈露数的 或者只看球不打球的 想象乒乓球如何如何 不如真正去球馆打打球 会有自己的体会 打球和看球 思维想法差别很大 每一番都需要看 使用了什么技术 怎么赢的 或怎么输的 过程是技术学习的重要步骤 总看比分想象怎么打 其他莫名其妙的评论也就免了吧 这场比赛 孙颖莎战术明确 用速度落点 打得曹薇站不住 这也是右手打左手的典型战力 很多说到面对左手困难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孙颖莎线路落点 其实左手打右手 很多时候也是用了这个战术 拼步伐移动 拼正翻手衔接 命中率稳定性 取决于平时练习的强度 关于步伐 衔接 左推右弓等等视频 以前做过很多个 没有看过的朋友 可以在我主页上找一下看 曹薇未能发挥出左手的特色 多板相持 线路落点节奏变化太少 防守中缺少进攻的能力 正手使用率低 力量不足 就算曹薇打赢这场比赛 也不能改变自身力量弱 临场应变不足的现实 此次比赛 孙颖莎的速度落点 进台快速衔接 是取胜的关键 值得业余爱好者学习 喜欢乒乓球的朋友 可以加关注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